特别想知道你们就是整个一记下来 然后有没有什么收获和感受 开心了 认识朋友 大家也是没有错过大家最好的时候 就是大家会有个顾敏感 虽然就是不是认识很久 但是这个意义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很开心我们成长了 这个过程就很 我都没有试过了解我老婆这么多 最深处里面 对 我很少跟老公说那个 譬如说试验生日那天 她说她拍这么多照片 说她怕忘记了 我知道我自己可能就是一种 脑退化的那个高维的一种人 所以我就想把所有很重要的时刻 我就拍下来 我在摄影棚的时候 我说为什么她讲得这么严重 但是我现在我知道 你的心里面的其实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每天都会给她一些经验 就是不要忘记我都好 每天要记得我 所以我在生活中会有很多点滴 会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会给你试一下 吓我 所以今天你这个旅程也两天 你一强破我拍照是不是 不是 你一直在叫哪 没有 因为我真的拍得太好看 所以我要拍照 但是我会控制你的小生活 所以她会记得我有这么麻烦的人 原来是非常用心去控制我了 如果真的有一天 真的有一天 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怎么办 我觉得说一点你就记得她 喝温水 对 因为我不停做统一些事情每天 所以我会重复再做 重复再说 她一定会记得我的